直播淮北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如今的年轻人结婚都想追求一种个性 咱们淮北的小伙子张顺就别出心裁 用一百多辆自行车来迎亲 不仅浪漫温馨又低碳环保大树失眠们的欢迎 观众朋友我身后的一百六十多位自行车爱好者呢 在这里呢举行了一个迎亲车队呢 他们想以特殊的方式呢来祝福二位新人 这个车队呢是非常的壮观的 新郎张顺和新娘孙雪梅跨上一辆双人自行车打头阵 身后触拥着浩浩荡荡荡的自行车队伍 他们成为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你有见过吗 没有 你有一次见过吗 很有意思 你感受呢 很好玩 很好玩 很酷 小两口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自行车爱好者 筹备婚礼的时候 两人不约而同的想到用自行车来接亲 于是 他们就通过亲朋好友网络等方式 向车友们发出邀请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帖子啊 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觉得非常新奇 大街道就起来参加这个婚礼 今天从他一来参加苏日阿姨的婚礼 希望他们白了 虽然没有豪华小车的排场 大夏天的跟车轮也很悲心 可是这对新人却完全沉浸在新婚的甜蜜当中 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累 大色很甜 新娘 幸不幸福 幸福 新郎说为了阻止这次婚礼 还提前做了不少工作 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新娘的赞赏 他们这种提倡环保的婚礼 也收到了市民们的赞同 挺好去环保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再欺赏欺赏 如果要是我结婚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采取这种形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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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